你怎么不吃 你再不吃面开坨了 这么晚回来 肯定是外面吃过了吧 当然 再苦再累 我也不能饿着我的肚子 我这几天 可是干了好多事情 可累坏我了 吃了 我告诉你 我夜探锦绣芳 果然看到了一次 鬼火飘在这个空中 总是有个什么 飘来飘去 但是我又看不清楚 这个应该就是百姓口中 说的那个什么 鬼影 我回来的路上 就看见 挨着锦绣芳 接到的每一家每一户 都在门口上挂了这个 火鹅玉 一个人夜探 嗯 不觉得瘆人吗 那些都是假的 想想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死而复生的陈火鹅搞出的名堂 但是鬼火嘛 我倒是经常在夏日的墓地里看到 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 那个是尸体腐坏后 出现了某种无法察觉的东西 在干燥的空气 在干燥的空气中被点燃了而已 鬼影的手法 应该类似吧 就是一种行动很快的黑色鸟兽的影子罢了 果然 你都知道 你是不是故意的 嗯 锦绣峰那边 本来应该由内卫府的侍卫把守才是 可是今日下午 飞蛾铺墙显现出所谓神迹的时候 侍卫却没有驱赶百姓 锦铃明明在周围 却只是远远地盯着 所以呢 内卫府要查的事情繁多 几方明已经归案了 没必要管他一下 难道不是你在等吗 等什么 等一阵 可以助锦绣方案重启的风来 出去了一趟 身上倒是多了个物件 你小心一点 你别乱动 你别动 这么紧张啊 谁给你的 我这扇子的银子还没捡呢 你别弄坏了 是吗 你最近怎么 老是莫名其妙的 有吗 有 有 以后若是我 没有做好药膳的话 你要按时吃饭 不许饿肚子 还有 你不许突然说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话 然后又摆出一副下人的姿势 然后你不许突然这 突然就是呢 就是突然 不许浪费粮食 不许就不许 但是以后啊 像叶探锦绣方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许再做了 幸好今夜有我安排的人在周围守着 要不然 真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了 只此一字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怎么回事 头好晕啊 不是 盘旨 我这次算是被你害错了 言情 放到一头牛 我这 也说 好笑哦 星光 已触碰 心恍若竹影摇了牛慌 越在意的越深深隐藏 夜落泛黄思念又前行 便宜都让你给占好了 浪漫也忧伤 两颗心在招募之间碰撞 拥抱来的猝不及防 想和你对应成双 想把你留在我身旁 穿过了季风昼雨的阻挡 想要做你的月光 陪你到每一个天亮 我多傻 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 想和你对应成双 想和你两两步相望 云和海总有交汇的地方 想陪你地久天长 等青丝到白发苍苍 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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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你对应成双 想把你留在我身旁 穿过了季风昼雨的阻挡 穿过了季风昼雨的阻挡 想要做你的月光 陪你到每一个天亮 我多傻 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 想和你对应成双 看来这把扇子 看来这把扇子 既然不相望 云和海总有交配得这么好 得给艺恤 真陪你地久天长 很轻思到白发苍苍 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 我心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让夫人进清水 不用教训她 是 好一个季方明啊 无仁臣之礼已是大不敬了 他还胆敢利用锦绣方旧案 诽谤诬陷 贤王和英王 真是罪该万死 禀太皇太后 季方明作恶多端死不足心 但此案背后仍有他人教唆 利用季方明的执念散布恐怖 何人所为 正是五年前 被捕自枪的连环凶杀案的凶手 陈火若 什么 一个死了的人 还能在香安城掀起一番风雨 哀家记得 当年此案 是莱罗芝你亲手查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回太皇太后 当年陈火若一案闹得人心惶惶 所以微臣在抓到陈火若后 便当众公开处刑 当时 半个香安城的围观百姓 可都看到陈火若当众自枪了 众目睽睽之下 尸首也被扔下了乱葬缸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陈火若曾当众说出 会死而复生的封眼 那你的意思是 她真是死而复生了 近来 坊间的确有传言陈火若现身 更是有一批追随者 确信此人就是五年前 被捕自枪的那个陈火若 但微臣以为 不过是有心之人弃此生时 蛊惑人心 众爱卿 陈火若伪造神迹 引起百姓怀疑锦绣方 旧案有冤 内卫府承报 陈火若和锦绣方 两桩旧案 并案重新审理 诸位有何见解啊 太皇太后爱民如子 如今沈大革灵 有意重新受理此案 臣觉得并无不妥 来爱卿 你有什么特殊见解啊 微臣以为 锦绣方旧案突然被翻出 恐存内情 但旧案是否会缴了 香安城的安宁 微臣不敢妄言 太皇太后 臣才将之前的卷宗犯出 仔细查看后就发现 仍有一点未解 太皇太后向来体察民情 爱许民命 臣知此事困窘 但不敢 不如实禀报 太皇太后 儿臣认为 沈格陵所言有理 若能查清此事 给百姓带来踏实安乐 定是母后所愿 此局也能将母后解明困 疏民忧之心 让全天下百姓皆知 好一个解民之忧啊 沈爱卿 哀家就将此案 全权托付给你 你一定要彻查清楚 臣领命 定不负太皇太后所望 早日将凶手捉拿归案 你对沈大哥令 重查此案一时有何看法呀 当年的事情 老得人心惶惶的 对呀 要不然这件事 陈锋呢 不得 臣告退 殿下从来不过多地干预朝政 此次未免让别人注意到了 老师 本王此次没想那么多 只想看看沈渡此人 会如何查办此事 当年汝宁掌公主 因锦绣方被涉案问罪 就有声音怀疑 是与掌公主不睦的英王所为 此次旧案重查 若真查出真相与英王有瓜葛 那对我们说是天大的好事 正好借他们的手 帮助殿下铲除异己 老师都虑了 本王只是想查清当年的真相而已 天大的艺术 脸人 我们下期访问